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怎样怎样哦 各位 美丽的弟兄姐妹们 相信父老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要改朝换代啊 要换政府啊 你们不会坐下来 让我们上去坐 记得 在有一次开州议会的时候 我们张建人 周议员 提出了一个土地改革法案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土地 现在的土地法典对我们很不利 尤其是我们市区的人民 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民 当然大部分都是华人 很不利 今天只有一个人讲话而已 大家都知道 在大街 现在 玷污 地气到齐的 要翻新 要重建 今天到底在哪一条法令 哪一条土地法典里面讲 我们地气到齐 一定要重建 没有 只有一个人讲 哦 你们那边要翻新 是不是 那就重建了 他不理老板姓的死活 重建费 第七更新税 加起来 加起来 要十几二十多万 幸亏 五一六 补选 把这个更新税 降低了一半下来 那些大街的更新税 才有八万块 降到四万块 当然最早是更高 因为行动党一直在抗议 抗议这个土地更新税的问题 张建仁提出来了 土地要改革 土地法案 有一个人 他带头 把所有的州议员 带头 走出州议会 那个人是谁 陈看南 这样子的黄人代表 我们哪来做什么 他是代表华人吗 他有没有代表华人 他代表谁 他代表白毛 他现在在保护白毛的利益 他有没有代表华人 没有 这样子的副首席副长拿来做什么 这样子的人典党的州议员拿来做什么 当然还有一个公众的州议员也一样 他老大说什么 他当然不敢反对嘛 对不对 那个州议员他这五年来做了什么事情 看水沟 看水沟也看得不像 他做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 剪彩 剪彩 班奖 我相信大家的印象 只有剪彩跟班奖 除了剪彩 还有班奖 他会做什么 没有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选出一个剪彩 班奖的人来当作员 不用他来啦 在座的各位都会做啦 对不对 剪彩很难吗 班奖很难吗 随便请在座的各位去做就行啦 对不对 对 那个人 可能啊 如果有人认识他 可能就觉得说 哦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所以也许这样子讲 是没错 但是因为好人 他是一个好人 讲话可能也不敢太大声 很软弱 就有让人家看起来有一个软弱的感觉 有一次有一个干部的居民 非法部的干部居民向我投诉 他说他找了不准去的一个州议员 当然就是谢超爸啦 说我们在干部 已经几十年住在这边 一直跟土地局申请 也不给 谢超爸说 哦这样子哈 这样子好 那你们有一天来跟着我 我们一起到土地局去 好那些人高峰人民就集合了 然后到某一天就在 就一起到了土地局 谢超爸帮他们开门 请他们进来做做好 做好的时候土地局局长请来 就这样 好了 土地局局长在这边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 跟他讲 那些干部的人 等一下差点晕倒 我 投你们选你出来 是代表我们人民出头的 结果 你请我们上去 让我们自己跟土地局局长讲 那这样子我们选你来干什么 开门 请我坐 以致请我坐下去 这些普通的人都会坐 嘎嘎都会坐 不用 不用来 投他 不用选他来坐 今天他如果是一个有责任的州议员 他应该怎样 他应该带着这些高峰的居民 把土地局长找来 当着他的面 问他这个人 这些人住在这边几十年了 你几十要搬阿兰 拍桌子 告诉他 阿兰把材出出来 这样才是一个人民代义士吗 对不对 你不敢讲话你当什么人民代义士 我们今天必须在美里 必须要选出一个 能够为人民讲话的 能够把人民的心声带进 终于会的众议员 陈甘南成为白毛的保镖 今天我们不只要让陈甘南下台 同时也要让白毛下台 大家还记得茉莉花革命吗 茉莉花革命 朱尼西亚 倒台的观众 后来 埃及的穆巴拉克 埃及的穆巴拉克 也倒台了 后来发现他的财产有多少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看报纸 700多亿美金啊 700多亿美金是多少 两千多亿 马币 两千多亿马币 最近还有一个强人 卡达飞 报纸报导他的财产超过 三千亿马币 超过三千亿马币 我们这位沙州 统治沙州 三十年的这个白鱷鱼啊 你说他的财产会少吗 会不会少过一千亿 会不会 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在1987年民革事件 当他的舅舅 亚国倒台的时候 跟他对抗倒台的时候 亚国他手下有十几张这个沐山的鸽 全部被白毛割掉 然后转到自己的名下 国外的报纸就已经给他算一算 啊 那个沐山的总价值是 22 billion US dollar 22 billion US dollar 是多少 220亿美金啊 如果你给他乘以上 又六七百亿 1987年到现在啊 1987年就有六七百亿美金 你说今天他的财产会少于一千亿吗 各位自己仔细的算一算 今天如果把他的财产分给各位 每一个人的银行户口里面 至少多出好几万块出来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都是我们沙州人民的血汗钱 如果真的大二一不除 我们沙州完蛋 所以说这一次的选举 是非常一个重要的选举 不只影响我们沙州的未来 也影响我们马来西亚的未来 在这里 我肯求大家 在这个4月16号 做出一个最明智的决定 写历史趁其极 把票投给我们明年的候选人 行动党的候选人 公正党的候选人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有各路来的好消息 土著区国政不稳 当然这个不是说明年很厉害啦 怎样不是 是因为现在国政内斗太厉害 在大家都知道 在首相还没公布候选人之前 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 不能够成为候选人 是因为这个因素 新的人马上上去马上就要打仗 根本路的还没有不清楚 叫他去打仗 你叫他怎么打 那些人家这样子 这样子打仗肯定是指的 至少有10个使用以他们会掉 会输掉 8到10个很不稳 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城市 这个行动党打4,5席 再加上公正党 如果城市的所有的少党 少党王 我们少党就值得就改朝换代啦 就可以把所有不合理的土地法典修改 就可以像兵党政府一样 执行利益的政策 白毛尤其白毛的财产要给他充公 把全世界的财产要给他拿回来 分给杀手战的美国 现在人间大省他 他促进各种奇招 他想尽办法要保住在迷离这个席位 我昨天讲过三席他们都不保两席是比较稳 还有一席 他很有可能是回到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大意 他人家党以及他们的金钱政治 以他们的组织 以他们玩臭的说法 我们绝对不能够答应 在座的高位 我可以恳求大家 我在这里要恳求大家 不要浪费每一票每一票必争 能够回来投票的亲戚朋友 要全部叫他回来 在美女的人有投票权的一定要去投票 好不好 为了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 让我们美女的人民 再一次在这个沙州的选举里面 写历史 唱起经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